那麼我們現在就正式進到這個課程裡面來 首先其實現代的這個軟體的設計趨勢 你就會發現就是這三個字 因為我剛剛講過 你如果要追求原創的 我想你還是要按部就班 就是把工具摸手一點 這樣的話你要做創意 你就可以發揮比較多 可是如果說我現在就是工作上就要用到 或者你要辦一個活動 可是我要做個動畫 我又不是動又不是什麼動漫系 還是什麼那個樹梅系 我又不會畫 也不像我們是四傳系的 那怎麼辦 花錢是一種方法 可以幫忙創造就業 但是如果你又大家又沒有預算對不對 那怎麼辦自己來 所以你就找範本範本範本 其實這三個字 這個範本這個也是範本 這叫做一般我們把它穿 mark up有的把它翻做雛形 或者圓形 就是第一個 有沒有 那個prototype 類似那樣的概念 就是說你找的我就 也就是說你現在呢 用了這幾個關鍵字你去找 你會發現 就好像我們從大家最常見的一個 什麼 簡報好了 你用簡報大概各位就不拖什麼 powerpoint 但是你會不會從一個空白的 然後就開始直接做 很少 你有沒有東西套用 powerpoint裡面的範本 有嘛 是不是那個概念 也就是說你站在什麼巨人的肩膀上 我今天已經有別人幫我 建好那些基礎建設 我利用那些東西去修載成我自己的 雖然不是你的原創 而是也是你的東西 這樣了解嗎 只是通常我都不用powerpoint裡面內建的 因為我只要第一頁放出來 你就知道 這是第幾個範本有沒有 你都已經用到爛掉了 從小用到大 所以我都會用別的 這樣至少看起來會不一樣 好看起來不一樣 所以呢 當然我還是蠻鼓勵各位 你在找的時候 用英文你會找到比較多 因為用中文 能夠找到真的比較少 好真的比較少 不是說沒有 但是真的比較少 所以我有一篇那個部落格的文章 就是這個主題 有興趣你再看一下 我有把一些不錯的那個網站 有把它列出來 就是這個這個頁面 那你有興趣你可以到這邊去找找看 其實我們利用範本事實上就可以完成很多 就可以完成很多 所以我有把一些那個找到還不錯的網站 因為這些網站很多它都是提供什麼 如果你有用過 他們都有提供原始檔 你打開之後那些塗層就有留著 當然有的是有 有的是比較單純就是提供什麼 就是已經做好的給你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找找看 因為這些這些關鍵字 其實是真的還蠻重要的 那麼看過這個之後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各位照片的處理 應該是目前我們在雲端上面最成熟 因為我們今天也會有一些雲端的服務 各位手機上應該都很多那個照片的APP對不對 拍照的APP很多不一樣的吧 像我們那個有大陸 我們學校有那個大陸整班同學 到台灣來上課一年的大三的 我就發現大陸同學最喜歡的是什麼 拍照的時候都有什麼加 加什麼耳朵 加什麼那個 就是他們喜歡那一種的 我不知道喜不喜歡 可是我是覺得以後你在看那些照片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都沒有最原始的那個 好那像這個呢我就還蠻喜歡的 叫Photo了 所以你如果不會做海報設計啦 那些像比如說如果你要YouTube或者Facebook 不是有那個封面嗎對不對 你如果要認真經營的話 是不是也要稍微設計一下 那上面就可以找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你找這個Photo了 FOTOR 類似的有不少喔 我只是舉其中一個而已 你進去他裡面呢 他裡面除了一般各位像APP一樣可以做基本的處理外 他也有做所謂的那個什麼 就是設計的部分 好那這個讓他先去跑沒關係 我等一下再來看就好 好那另外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也蠻不錯的就是 如果你要設計Logo 我問一下各位Logo好不好設計 好比如說你的活動也好啊 不管你是玩真的還玩假的 因為有的人專題也會嘛 那這個也是一樣 你只要做好幾個基本條件之後 就有一堆的Logo幫你產生出來 我看一下這邊 好這裡你看 我把我收起來 這裡他有中文 我通常都盡量找就是有中文的各位在使用比較方便 可是原諒我沒有辦法每個都有 好有沒有一個叫設計 對不對 好那他們這個都是現在都是不是Flash的 就是HTML5的 所以你都可以蠻輕鬆的去使用 好這個還在跑 我就來這邊 好沒關係 現在比較慢一點 反正待會出來 我們再回過來 回過頭來看就好 那下面這裡其實也都一樣 像我們你要做影片 像我就還蠻喜歡這個華碩微電影的這個APP 不過我發現有些手機上不能沒有這個APP 就是他可能不見得每一個品牌都有支援 但是像有類似這一種的 像最有名的是什麼 對岸的小影 可能有人有聽過對不對 只不過小影因為現在變成月複製的 所以很多人就不想用 他就是變成是月複製 假設你要用又不要浮水印的話 以前是一次付費就好嘛 現在不行 現在不行 所以就類似像這樣其實還蠻多的 好這個出來了 來我們看一下 這裡 如果你要做LOGO的設計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好你就看你要哪一種 比較摘要式的還是符號式的 我用符號式的 點了下一步 那你的字型是長什麼樣子 好下一個 那如果你要比較科技類的當然就用這一種 好 然後把你的 比如說我們這邊 我打一個 創客基地 OK 你的行業別 選好 我們是比較屬於 我看裡面有沒有 好沒有 我就用這個 廣告跟媒體好了 就直接顯示吧 來你來看一下 不小心創客基地就這麼多LOGO 這樣太快 我再把鼓一個 這樣會太快嗎 做LOGO很快啊 這麼多個你就慢慢挑啊 這裡看完了不夠下面還這麼多個等你啊 這樣會很過分嗎 你應該知道我們今天就是只能這樣做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屬不要原創的 因為這些也不是你的原創嘛 可是你知道有沒有比較簡單 有對不對 而且你還可以變化一下 他還是一樣把設計原理帶進去啊 只不過把 影響著作權喔 那你就要看他的授權方法 但是我要給你看的是 這樣子 是不是也叫做設計 只是把原本的設計 原本是怎樣 一對一的嘛 而且是要經過比較多長的 是把它簡化了 好像工廠一樣 所以大量生產有大量生產的好處 但是呢你要追求的是原創的 也有原創需要的東西 可是你可以做參考也OK啊 對不對 這樣你是有比較多sense 可以去思考一下 搞不好跟你想的雷同嗎 有可能 所以你利用這種方式 那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剛剛在這邊這個都一樣 就是這邊都有很多範本 你點進去你就可以自己去修改 修改 所以你應該知道為什麼 我剛剛要跟各位講說 現在的趨勢 比較 新的趨勢 新的軟體都是這樣 因為大家怎麼樣 越來越沒有耐心 你不覺得你們現在 要聽人家講很久很難嗎 真的啊 大家現在比較沒 我跟你講我們家小朋友看影片都怎麼看 因為YouTuber他也會看嘛 你怎麼會這樣跳 你怎麼會這樣跳 他也會看那個戲劇有沒有 像我們小朋友喜歡看大海的那個戲劇 他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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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看到了 所以這個就是 你如果說我一段影片超過 可能幾分鐘 你要再看的時候事實上 大家就沒有那個耐性 所以現在軟體其實也是 就是掌握這樣的趨勢啊 我盡量就給你半分啊 你挑一挑再改成你要的 所以這個對大家 現在這個工商社會 大家講求快 不只要快還要好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你又要快又要好 但是你又不會 最重要是自己不會 那怎麼辦 就只好借助軟體 他先幫你設計好一些東西 那這樣你就 像我剛剛講 站在巨人肩膀上 你是不是在做出來的 就不會 你即使要跨領域 是不是相對就比較容易成功 當然我們還是很希望說 有興趣你就會追求 為什麼設計要這樣設計 這樣你以後才能夠 創作出自己的東西 可是如果你真的 我就是生活上 工作上 我要馬上用到的 要馬上做得好 就利用剛剛這些飯本 或雲端服務就可以做得很不錯 OK